近日杨昭月在新宗的信号中被朱亚文等人逼问感情经历 自称刚捏指南的他显得颇为苦恼 之年由于自己性格大大咧咧 一直被周围的男生当做哥们 学生时代的副业是帮男生代写情书追女生 收到的第一份来自男生的礼物是一个棒棒糖 一旁的朱亚文颇为震惊问道 你身边的这帮哥们是不是有问题 一个棒棒糖好想 身边这帮哥们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俩有功能 上手